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 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余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余醫生 過往很多輯裡面 我們都根據日本一個作者 船賴進戒 他一本的翻譯書叫做 《藥都不能吃了嗎?》 這本書的內容來講給大家聽 而這本書在日本亞馬遜的網絡書籍 是五星級的評價 亦都是非常暢銷的 究竟我們身體得到 吃的藥是一個治療還是一個傷害 過往很多集中 我們都在不斷地分析 我們一般市民所認為 那些西藥、藥物、藥方、儲方 根據方單裡面 其實不但得不到治療效果 還引起很多其他的副作用 將人類的健康 一路推向藥池的地獄上 講了這麼多集之後 究竟其實人是真的會病的 而且越來越多 那些本靈精快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般聽眾的市民 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處理我們自己的病 或者健康的問題呢? 根據這本書裡面的作者 已經提及過了 最新的研究內容 美國的癌症死者 每年都已 現在又要數千人的單位 又減少之中 那是因為他們 從有害無益的三大療法之中解放出來 而開始投向那些替代的 醫療的懷抱裡面之後 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不單止是癌症、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 這些同樣都可以用一個替代的療法 獲得很顯著的改善 這本市民都能夠理解的 或者袁先生可不可以幫你解釋一下 作者會想帶出一個什麼訊息給我們呢? 其實大家聽我們的節目都知道 我們最近很多集 都是集中介紹這本書 《藥都不能吃孖》裡面的內容 因為那本書實在寫得太好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要明白現在的人 為什麼這麼多病 和這病是治療不好 為什麼整個醫療破產呢? 其實這本書就很清楚解釋了 當然了 作者大部分的內容 都是提及醫療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問題 問題在哪裡很清晰解釋 但最終我們永遠都要講究 是有什麼解決方法 其實說問題不足夠 所以最後那一課 那個題目 就是從藥罐子到自然療法 然後怎樣走出藥煲 打破藥煲 就走向自然療法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又有替代醫療 英文叫做alternative medicine 其實其實是說自然醫療 不是替代的 因為自然醫療的歷史 是屬於傳統醫療 我們所認識的 所謂西醫的那種用藥開刀的方法 在醫學上是屬於對抗性醫療 其實歷史很短的 不長久的 反而我們所說的 他們很多時候叫做替代醫療 其實應該叫自然醫療的歷史 是長很多的 好了 這本書也提及了 他說 在早期 在歐洲曾經 存在了五種醫療的流派 就是派別 他說 除了我們所謂 近代的醫療 即所謂modern medicine 其實只是有藥物的療法被保留 就是用西藥的方法被保留 其他的 譬如自然醫療 整骨療法 心理治療 和同外療法 順勢療法 其實都受到打擊和排擠 那麼 很多醫學界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真相 他們只以為近代醫療 以外的醫療 全部都是迷信的 沒有科學根據的 只是他所相信的 所謂用藥物的醫療 才是最好的 但是今時今日造成 這麼慘重的悲劇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完全懵而不知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不是說有心想害你 其實他們都是制度的犧牲者 當自己有病的時候 他們都是受到這種醫療的傷害 好了 這本書就說 其實在醫學歷史上 其實我們有很多種醫療方法 其中一個就叫做自然療法 很多時候 你跟他們說 我們做自然醫療的 他們很有趣 第一件事 就是 他們會是 是否就是 不用吃藥價 是 就是 什麼叫自然醫療 等他自然好 自然好 自然好 就是 坊間的人都會這樣 他們的理解 是 那層次 其實自然醫療 是一個 嚴格來說 是一種醫療的態度 一個醫療的哲學 當然 他採取很多不同的自然工具 其實自然醫療 嚴格來說 醫療可以分開兩大派 就是兩大的思路 那自然醫療的思路 是很長的歷史的了 那自然醫療的那個 中心的哲理 就說 其實人是有一種 自己醫治自己的能力的 就是與生俱來 就是這本書所說 我們每個人身體 有一百個名醫在這裏 身體有自己 醫治自己的能力的 那 正常的健康 就是我們身體 能夠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就是我們那個 另一種說法 就是我們那個 治療神經系統 是平衡的 是發揮到 它那個條理的作用的 但是呢 當我們的身體 受到外來的刺激 之後呢 身體就會作出不同的調節 那最簡單呢 就是 譬如你吃錯東西 那你吃錯東西 你的身體會怎樣 有怎樣反應呢 你的身體會出現嘔吐 那為什麼會嘔吐呢 那為什麼會嘔吐呢 最快醫治自己的手法 就是 把你吃錯的東西 嘔出來 不要讓它進入腸裡 那當然呢 有時候是不能嘔吐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吃了下去 消化了一部份 進了一條腸裡 那怎樣算好呢 那接著就搞痛了 接著怎樣呢 向下窩 你總要走出來 是不是 上面也痛不到 就向下窩 它出來 吐舌 腹四 那當你的呼吸吸道 受到刺激 第一個反應 你會打什麼 打一次 有些人進去 很不舒服 打一次 再不行了 一次都噴不出來 怎樣呢 流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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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出來 但是還有些人 還入了心 入了氣管 入了喉嚨氣管 那你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咳 咳 咳 拿些氣來 爆它出來 帶你吹它出來 咳 咳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所謂的病癥 你咳 游流鼻水 又打癡 其實這是什麼呢 當你呼吸吸道 受到外來的侵犯 身體自己的一百個醫生 就開始做事了 那當你受了傷之後 通常受傷的部 你扭傷腳 咬了柴 第一件事就是痛 痛的好處就是 你哪裡受傷 你知道吧 是一個指引 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 哪裡受傷 不痛的不正 你便繼續去弄傷它 接著它痛了之後 它就會怎樣 會又紅又腫 又發熱 或者發炎 令你痛到你 腫到你 腫住就包住你 就好像炸了石膏 或者包紮了 那你不會再繼續 動動動動受傷 那個觸果的部位 那發炎的目的是 將你那個 服部的位置 是溫度提升 那大家如果讀過 基本法學的 同學 聽眾都知道 你溫度一提升 就什麼都加快 是吧 如果我們身體的溫度 如果提升到 提升到 提升到十度 這樣 你的身份代謝是 加快成倍的 那你也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 有時候 平時的維修速度 不足夠 就要加快它 那為什麼加快它呢 將溫度提升 提升溫度 你的溫度提升 你的身份情在 身份代謝 會加速的 所以你看到 身體發炎 OK 嘔吐 甚至乎 為什麼有些人 有病起來 就會發燒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這個節目都講 是 當你的身體的體溫 升到103.5度 你的白血球 是殺菌的能力 是最快速的 OK 當你的溫度提升到 104.5度 所有癌細胞都死光了 那超人說 你為什麼身體發燒呢 因為你的身體 是靠發燒醫病的 但是你的身體 不懂發燒 死光了 那幾十年前 已經製了一頂 錄音帶 叫做發燒 是有是敵 是有是敵 那你這個餅帶 我們在公司 還可以賣 不過現在做CD 是 那大家 裡面有一個很豐富的 資料 是講歷史 對發燒的見解 不斷地來改變 自然醫療說 其實我們身體的 身體有一種平衡 就是健康 那我的身體 如果受到刺激 就會產生一種 自我調節的能力 那這些能力 都是所謂我們 看到的表面的病徵 所以你見到病徵 千萬不要打壓它 不會阻止它 是 你要幫它 那怎樣幫呢 在自然醫療裡面 就用什麼方法 飲食的方法 OK 那為什麼要飲食方法呢 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 身體的所有的細胞 所有的組織 是食物營養 做出來的 到你出生的那一剎 開始喝人奶 那人奶 是不是有很豐富的營養 所以身體 其實是靠營養來調理的 所以身體有什麼問題 要維修呢 當然最合理的方法 當然是用營養 所以自然醫療 就會用食療 飲食的方法 還有草藥 為什麼用草藥呢 因為草藥是自然界出現的物質 有很多是有治療的效果 它用到溫泉 水療 瘟 瘟疫的方法 也有些人 用環境的深身 自然的狀態 令到疾病是痊癒的 那就是說呢 自然醫療 相信人呢 是有一種治癒的能力 當人出現問題 失去平衡呢 身體呢 就會企圖自己調理 用一些所謂一邊的 以為病徵去調理 那自然醫療呢 就會用一些自然界的工具 水呀 空氣呀 陽光呀 飲食呀 草藥呀 那個水療啊 這些工具呢 是幫助身體呢 是恢復回自己的整體的平衡 用這些手法的醫療呢 其實呢 我們都叫做屬於自然醫療的 是 但醫療呢 其實自然醫療是一種態度 其實呢 我們說呢 我們身體是自己懂得醫治自己的 那如果有需要問題呢 我用自然界的工具 那所謂的程度上呢 其他的醫療 都是屬於自然醫療 是 中藥的治療啊 脊椎整骨的治療啊 心理治療啊 或者順勢療法呢 其實都是屬於自然醫療的 那所謂醫療是兩大派 一個就是對抗性醫療 是 這個近代才有的 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 培尼西林出現了 早一點就是鴉片 用鴉片提煉的東西 那其實呢 所謂這些醫療呢 其實歷史很短的 不多過一百年的 反而呢 傳統的自然醫療呢 是歷史很長舊的 但很多時候呢 我們用錯字眼呢 就說傳統醫療呢 就以為我們主流醫療 那些西醫的 是主流醫療 其實是流行醫療 其實呢 那個不是傳統的 傳統的醫療呢 是屬於自然醫療 但也很多時候呢 包括這本書 有時候用替代療法 其實這個是不應該的 是 他不是替代療法 他包都在那裡 一向都在那裡 一向都在那裡 只不過是被人忘記了 打壓了 還有剛才你也提過 也解釋過給聽眾聽 自然醫療其實是說 一個是醫療的哲學來的 所以用的工具呢 好像軟至我們古代的時代 那麼多人都在用 那時候都不會有西藥 化學藥品的出現 那些東西這樣 已經是一直存在之中的 那自然醫療呢 在歷史上 醫學史上 一向都在那裡 那當然呢 受了打壓 之後呢 已經是減了很多的 但今時今日呢 在北美洲 比如加拿大 美國 都有一種正規的 四研制的 醫學的訓練 那就是呢 如果你正式想要讀自然醫療 其實你都需要先讀大學 拿到第一個 就是所謂學士的學位先 那當然要讀一些所謂理科 化學 生物學 都要讀足它 有organic chem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你才可以再報考自然醫療 那你再報考成功之後呢 那你就會再讀四年的 全日制的 不是說可以 那些兼收課程 但是香港的人呢 對自然醫療的認識呢 就不在這個層次的 因為他看到坊間 很多人就說 教自然醫療 搞學校 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呢 正正式式的自然醫療呢 在外國呢 是政府認可 有牌照 但不是呢 就可以讀一些銜售啊 那樣 但是呢 大部分我們香港人的認識 自然醫療呢 都是很多人私人教學啊 其實那個人本身教學的人 其實都不是一個自然醫療的專家 那變成呢 對很多人呢 對自然醫療的認識呢 是不足夠的 正確認識不足夠的 亦都將這個自然醫療 自然療法 這個呢 就是套用了 因為好像剛才你提過呢 就是兩大那個的醫療方法 一個對抗性醫療 那就是政府所謂他們的規範之下呢 發牌之下呢 那些才是可以執行嘛 那另外一方面 那些人想幫人啊 或者用這些醫療方法 那他們就說了 全部都歸納了去自然醫療道 自然醫療道 那就變成了呢 令到坊間有很多人也都會覺得就是 總之不是藥物那些 那些以外那些 就是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那問題呢 就是香港目前呢 是沒有規範的 是 沒有規範自然醫療的 就是不像中醫 不像那個脊骨神經科 是政府認可規範 有牌照的 那香港暫時的自然醫療呢 是沒有規範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都用這個自然醫療的牌照 是做的 那以前呢 就去中醫牌照做任何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中醫已經規範了 都要規範了 那變成就沒有辦法呢 那些人不能隨時說 我是中醫來的 那但是自然醫療呢 仍然呢 是屬於沒有規管 不知道其他國家 在香港是沒有什麼規管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就很容易隨意就說自己做自然醫療 就是任他自己說而已 那所以這個就是導致這個自然醫療那個 那些人對自然醫療的認識就變成是 有很多人有混亂啦 那也都因為被打壓了這麼多時候 有些人又會覺得 哇 是一個新興的醫療方法 就是這個就是很多誤解在當中 沒錯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會 我最近有個朋友 那他是自己護士來的 那他都認識了我 都一段時間了 那跟他吃飯之後 他問我 那他說自然醫療去哪裡 哪裏讀最好啊 那就是有些那些 他心目中都是銜售的 是是是 他說其他自然醫療的牌照 你拿錢都買到的 是是 博士牌什麼東西都買不到給你的 我也都知道哪裏可以買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 就是有能力的 有專業的資格 就是起碼你自己有個資歷先 那你就應該就向 就是讀這些正規的醫療 正規的 那你作為一個護士 那你再讀自然醫療呢 就容易很多啦 是否再讀四年而已 沒錯 但記者是全入製的 但香港很多都是不需要的 因為香港暫時都沒有規格 暫時沒有這個 所以和大家就在 大家起碼認識清楚一點 好 那這一節呢 我們可以認識到 阿醫生解釋了 我們在醫療方面 醫療方面呢 其實是兩大 那個的 派別 主流派 那這樣 那這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藥罐子到自然療法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從藥罐子到自然療法 上一節你解釋了自然療法 其實就是一個醫學的哲理 然後它下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這個歷史也是很長遠的 就不是說好像用一些化學西藥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歷史 只不過是被打壓也都被遺忘之餘 但是現在就是好像剛才提過 在歐美的地方已經開始 甚至多人會去採用這些醫療方法 對嗎? 在這本書提及有五大派 其實還有多一點 我跟大家這次再詳細一點分析 第二種叫做整骨療法 其實它所說是叫做骨神經科 香港已經很幸運 很多年前 香港已經正式規管了 規管了某程度上 就是承認了它 像中醫一樣 承認了中醫的專業地位 香港的骨神經科 也很幸運 也是屬於政府認可的一種專業的醫科 就像牙醫、瘦醫 沒錯 那骨神經科其實是什麼醫療呢? 其實一個可以這樣說 作為一個專業的治療方法 是源自在美國的 那隻骨神經科的醫療理念 就是說 我們人的身體 是很受制於我們那個神經系統 我們的神經系統 主要是一個腦袋 腦袋延伸下來是脊髓 脊髓是經過我們的脊骨 每一節的中間有一個洞 我們的脊柱神經經過這個洞 一直延伸 從頭到尾嚨骨 然後其他骨和骨之間延伸出來 這樣就來控制我們的身體 其他的器官 包括我們的心肝皮肺神 我們看到至少神經系統裡 有一種叫做感覺的神經 叫做Sensory 即是你接觸到冷、熱、痛 還有一個是Motor 會令到你發動肌肉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治療神經系統 治療神經系統有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膠感神經 膠感神經通常是用於打鬥、逃跑、緊急狀態 來發揮我們的身體需要 救命的 還有一個叫做副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就是調理我們的消革系統 吸收系統 當然加緊神經令我們的身體調 在感激情況之下 心跳得快些 加緊神經在我們的平靜之下 令我們心跳得緩慢些 即是兩者之間的平衡 來控制整體健康 好了 鎖鎖神經醫學認為 因為我們的人是屬於兩隻動物 即是經常站在那裡 不像其他動物是四隻爬在那裡 我們的脊椎 你想想一下 記得 一切切切切的骨 這些骨其實是沒有什麼要撐住 即是在平衡 好像在做平衡器 經常都要丟著它 當然有筋、肌肉、前後左右都有 保護它令它好 但因為我們屬於兩隻動物 經常受到地心吸力的壓力 我們的脊椎是經常受壓著的 如果我們的姿勢不好 譬如我們平時坐太多 經常向前傾坐東西 令到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的肌肉 脊椎肌肉的發展 就不得平衡了 就會出現 我們叫做 Suppluxation Suppluxation的意思是半缺膠 即不是說你的脊椎是脫掉了 其實半缺膠的意思 其實嚴謹來說 是一種功能性的現象 即是你的脊椎和脊椎之關 那個活動能力是變異了 大部分活動能力是受了障礙 即是緊了 當你的活動能力受了障礙 當然你脊椎之間的神經 血管那個運作 是有機會被它受到障礙 即不會那麼暢通 沒錯 如果我們在脊椎那方面 我們要檢查一下 我們脊椎 整個脊椎裡面 有沒有這些所謂 Suppluxation 半缺膠的現象 即是有不尋常的 心理活動受了障礙 不是說它骨質變了 當然它會變 會磨損 會出現骨齒 可能會受壓 會扁了 這是會的 但大部分在功能性的狀態 即是說它是硬了 活動能力是差了 通常我們就用手的檢查方法 這些X光是未必看得到的 通常用手的方法 是來檢查脊椎 每一節脊椎之間的活動 是不是有沒有障礙 如果發現有障礙 就用手的方法 把它整理回 所以在醫學上 脊骨神經科叫Kairopractic Kairo就是用手 是一種手療的方法 它主要是 調理脊椎神經的活動能力 有沒有受到障礙 當然現在一般人 想到脊骨神經科 都會想到處理腰背痛 頸椎痛 有些說西方鐵打 是的 龜佬鐵打 但其實 早年的脊骨神經科醫學 其實它所處理的 不是跌打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內科問題 第一個脊骨神經科的個案 是一位當時的治療師 叫D.D. Palmer 他當時是用磁力治療的 即是早期的治療 甚麼都有的 甚麼手法都有的 他就發現 他有一個 他的診所 有一個 清潔工人 是失足失衝的 是 他跟D.D. Palmer 談起來 他就告訴D.D. Palmer 其實我不是生出來 而是失衝的 是的 不是自己生的 我是以前好好的好的 但我有一次 我是蹲在桌底去修理 修理好東西之後 一起床的時候 就撞一撞 撞到頭 接著就發現 那個頸那裏 是 即是有種 怪異的聲音 是 接著他慢慢就失衝 喔 D.D. Palmer 就說 咦? 這個會不會是脊椎那裏 出現問題呢 這樣 他就開始 用他的手法 去檢查 推一下脊椎 動一下他 有沒有痛的位置 那被他發現原來 這位的清潔工人 就在井區石 真的有個地方 是腫了的 嗯嗯 按下去是痛的 嗯 推動他覺得他那個位置 是活動是不得暢順的 嗯嗯 那他就覺得 咦? 這個會不會是 原因呢 原因 因為他是 他是對神經學 很有研究 那他知道神經線的運作 是應該是 由脊椎走出來的 那於是他就 他就跟那位 那個清潔工人 就跟他說 不如我試試 把你那個 頸椎的問題 我幫你 推開它 嗯 復毀 這樣 然後他就 幫這位 這位 這位 清潔工人 做一個 復毀的治療 就是他脊椎那裏 用手法 把他 推開它 嗯 就是中國人 如果我們香港人 去洗慣脊椎都知道 是的 是 是 就是 等於把你的脊椎 脊椎之家 推開它 推開它 那果然 很快 這位 失聰的人 很快就覺得 咦? 我開始聽到東西了 嗯 是嗎? D.D. Palmer就說 咦? 我們的理論正確 所以說 繼續幫他做手療 是 是 結果呢 又將他做多幾次呢 是 他就完全 聽過呼吸 這個就是第一宗 這個是 脊骨神經科的第一個個案 是醫療失衷的 嗯 好了 接著沒多久呢 D.D. Palmer繼續研究 咦? 原來那個脊椎 跟我們的健康有這樣的關係 是 他認識另外一位第二位病人 是一位牧師 是 那牧師呢 就有心臟問題 嗯 有些所謂不尋常的 我們叫做半血教的現象 是 有時你按下去 特別痛的 你按它動動 是硬了的 是 不是那麼暢順的 醫療活動的 那麼 D.D. Palmer 跟著呢 又是用他的手法 將他那個脊椎 的地方 有問題的地方 是幫他用手療方法 又復毀了 嗯 很快呢 那個心臟病又好 就慢慢地 就一路開床 那你記住呢 早期的脊骨神經醫學 就不是跌打 是 不是只是處理那些肩膊痛 腰背痛 那些問題 是不是處理這些 是處理任何身體上的問題 發燒 肚瀉 那類的問題 當然 發展到今時今日 脊骨神經科 大部分的脊椎 都是集中在一些 就是 關節 腰背痛 這一類的問題 比較多 而其他那些問題 就不是那麼多 就是沒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呢 一般的脊椎 重心的治療呢 都是腰背痛 頸椎痛 手腳麻痺 以及那些運動創傷 是比較多一些的 嗯 那麼在現時 今時今日呢 脊骨神經醫學呢 在北美洲 在歐洲 在英國 在澳洲 加拿大 已經有正規的醫學院在這裡 嗯 那麼香港呢 我聽聞呢 就是香港呢 現在有成一百個 過一百幾個 過一百幾個 註冊的脊骨神經醫學院 在這裡 那麼他們最近呢 就好像呢 就都在這裡 在這裡 安排呢 在香港呢 都成立另一間的 脊骨神經醫學院的 嗯 那麼 可能是和城市理工啊 那些地方呢 大家合作的 是 所以這個呢 就是那個脊骨神經醫學 那麼現在今時今日呢 香港那些 所謂 政府註冊那些 脊骨神經醫學的 那些醫生呢 全部都是從外國回來的 嗯嗯嗯 全部都是要讀完大學 是 再讀完四科的 醫學院呢 才可以 就是拿到這個學位 嗯 從而可以拿到他的牌照 是 那麼再來香港呢 就拿到香港的牌照 是 那麼這個呢 就是脊骨的療法 就是脊骨神經醫學的 嗯 那麼這個醫療呢 在今時今日 在外國呢 是都很流行的 是一種的很好的工具 是 好了 那麼 那接著呢 另外一種醫療呢 它就叫做順勢醫療 嗯 那麼順勢醫療呢 也都有一種叫做同類療法 是 就是有一種兩種翻譯的 是 那麼有一種呢 就叫做同類療法 那麼其實順勢療法 和那個同類療法呢 是說同一種醫療 同一樣 那麼同類療法呢 其實有一位 德國的醫生 叫Samuel哈尼曼 他大概呢 是十九世紀初 其實是一七幾幾年的一位人物 那麼他呢 本身是一位西醫 嗯 本身是一位 藥劑學家 嗯 他本身呢 亦都是一位語言天才 嗯 他認識得好像五種 七種的語言 七種 就是很多的阿拉伯語言 是的 就是 德文 英文 希列文 就是古代的語言 古代的那些文字 是的 那麼這位的同類療法呢 其實是由這位的那個醫生 Samuel沙姆 哈尼曼醫生 那麼這位醫生呢 早期呢 他在行醫的過程裏面 發現呢 當時所採用的流行醫療呢 其實主要是什麼呢 放血 嗯 用吸血蟲 是 用燒的方法 以及吃一些很重的毒藥呢 令到那個病人呢 嘔吐 是 就是終於都有 叫射 吐射的方法 是的 那麼他發現呢 用這些毒藥呢 是對付這些病人呢 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病醫得好的 嗯 那麼他包括自己的小孩子有病呢 他都用那種方法醫不好的 嗯 那麼他覺得呢 他覺得這樣的醫療方法呢 根本是沒有用 還有有害的 嗯 那麼他就覺得 我不應該走 我不應該從事這種醫療 是 那麼他就放棄了醫療的 那當然了 他有很多失敗制的 嗯 他好像六七位的小朋友的 那麼他又不可能說 就是要搵食啊 是不是 是 是 幸好呢 他是一位語言天才 是 那麼他就改造呢 就翻譯書了 是 那麼在他那個翻譯的書裡面呢 梅宜之間呢 就翻譯了一本書呢 是當時那個 英國有一位很出名的 醫學教授 是Professor Cutlin 嗯 那麼這位的醫學教授呢 就寫了一本書呢 就是醫學的弱點來的 是 那麼他解釋呢 有一種病叫做弱疾病 是 現在今時今日更好的地方 是 都受到的弱疾問題的影響 他這個弱疾病呢 有一種藥呢 是用甘雞納箱 嗯 甘雞納箱是一種樹皮來的 但是對藥疾病呢 就非常之好的療效 那麼根據這位 Cullen這位教授呢 是蘇格蘭醫學院的教授呢 他說 為什麼這個甘雞納箱的樹皮 可以治療藥疾病呢 原因就是說呢 這些樹皮呢 是眉苦 甘的 甘的味 苦澀的 嗯 所以呢 他就能夠呢 有修煉的作用 是 所以呢 他就能夠醫治藥疾病 那你記住呢 哈利曼醫生呢 自己本身是一個藥劑師 他也是有這個 藥劑學家 是的 所以他覺得 咦 其實他的形式之中呢 其實很多的草藥啊 很多的生草藥啊 都有這種這樣的味 即是甘的味道 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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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味道 還有有修煉的特性 那又不見其他的可以治療藥疾病 那偏偏這種的甘雞納箱 那他覺得不太合理 嗯 那他就研究呢 那到底這個原因呢 他就開始自己就試一下 嗯 就是中國所謂的 神論上巴措 那他就把那些樹皮 自己吃一下吃一下 這樣服一下 那吃一下之後呢 他發現自己就開始出現 發燒 發冷發熱 他人很累 嬌冷汗 那樣 那症狀呢 十足十是 藥疾的症狀 咦 咦 為什麼我吃這些藥 就出現藥疾的症狀 那他跟著吃了幾天 就停止了 那這些藥疾的症狀 慢慢就退 就是退減消失了 嗯 接著他吃回來 又出現了 是是 那他如詩了 重複幾次之後 咦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為什麼這些 醫療藥疾病 的金吉納霜 的樹皮呢 是可以 製造相似的症狀 那他就開始領略到一個原理 就是醫學的原理 就叫做同類相似的原理 其實同類相似的原理 這個概念不是他發明的 是的 他的前身呢 有一個叫做 是一個醫學家 那他已經有講的 叫同類相似 是 其實我相信醫學之父 都有提及的 同類相似 其實中醫也有這種概念 是的 有 有逆字和順字 大概有一種醫療概念 好了 哈尼瑪在這個經驗之中 他就發覺 其實 金吉納霜的樹皮 原因之所以能夠醫藥 就是 原因的主要原因 他是能夠製造相似的病症 嗯 好了 那他就說 其實能夠治療病的物質 應該是一些 能夠製造到病人相似的象徵 那為什麼呢 大家會這樣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明白自然醫療 剛才我所說的概念 身體的病症 痾 嘔 發燒 打癡 是 發炎 其實這些病症 是什麼 是身體自己調整自己 你要明白 為什麼 當時哈尼瑪會想到這個概念 因為在自然醫療裡面 不斷都認同 身體是有自己 醫治自己的能力 身體怎麼醫治自己的能力呢 就用這些 身體發出來的反應 嗯嗯 就是說 如果你用一種藥 你是配合到 有身體的自然的自我條理的病症去幫他呢 那你是不是順著那個身體的勢 所以叫做順勢療法 就是說呢 我為什麼會用一個病人 如果有肚瀉 我會用一種藥 是令到一個健康武士的人 出現肚瀉的 嗯 原因為什麼呢 我會用同一個東西呢 因為肚瀉是身體企圖在治療自己 嗯嗯 所以這種醫療的哲學呢 是最合理的嘛 就是你要幫助身體 順著身體的勢 用同樣的藥呢 是幫助他去治療自己的病 所以他覺得呢 這個才是醫療的原則 這種的藥物呢 要用藥去治療病呢 這種藥物呢 一定要符合順勢的療質 嗯 同類相似的亂質 那麼他開始乎呢 就開始研究不同的藥物 是 那麼當然呢 他是一個藥劑學家來的嘛 那麼好呢 以前那些藥典裡面寫過的資料呢 他會看到呢 會記得了 是有什麼症狀的嘛 譬如是生癌 生癌吃了之後 當然呢 會肚瀉 肚瀉 就快要毒死那些 那麼他知道呢 如果有些人吃錯藥 吃錯藥 肚瀉 肚瀉得虛弱了 他就快要死那樣的 那種這樣 可以用身去醫 是 但是大家知道呢 身是毒藥來的 毒死你生癌來的 那你想想 其實 他又不能夠說 用這麼毒的東西 去給病人 那麼 於是他可能想到 不如稀釋一下他 是吧 是 將他十分之一 稀釋他 或者一百分之一 稀釋他 但是稀釋之後呢 他覺得 除了稀釋之後 你也要混混一些 是吧 可能他就想起 每一次稀釋之後 就將那些藥 然後稀釋就這樣 混混他 撞擊他 還有那時候 之前有本書 講過他的歷史 就是 因為他研究了這個方法之後 都是他一個賺食的方法 所以他就要周圍去 和遠一點的地方的人 去醫病的時候 frequency 坐水 laude 馬車就在那裡不停的 這樣 在那裡 他的法規食 他就發現 原來 Sarah 好像撞擊相機 仙濺後 那一個效力好像更好 對 有種fern百分之一 有一種說法 他為什麼會想到 要撞擊他 當然有很多人做劑藥都磨 磨得他變成粉末 把它 Golden 手法都有,但他现在最后发现的,只是要一种拍打的,撞击他 把那瓶药水,先在一个厚的书,或者鞋底,来这样拍拍拍,拍几十下 每一次起死就用这个方法了,所以你看到,他开始就用这些稀释了的毒药,或者草药的物质 那些物质,给自己尝试,就是神浪尚伯草 第一,他已经知道那种药,是有历史记载上,是有这些症状,毒出来的症状 如果发现一个病人,有这些药,毒出来的症状,用一个稀释的药,去医他,发现非常好的成绩 好了,但他很有趣,因为他自己第一次不知觉,吃了那个药药 他说,咦,其实我可以知道药有什么作用,吃一下就知道了 这样想到,既然药稀释了,稀释到根本没什么毒药的成分 那可能是几亿分之一的,你知道是根本没什么毒性的了,没什么物质成分了 那这样说,他就开始就自己试一下药,吃一下药,又给那些家人,给那些同行的医生 那大家就研究这种的医疗,那大家就进行药物的实证了,叫Proving 那大家就看到,同理疗法的药,那个应用的方法,不是用动物做出来的 不是用那些病人的体质做出来的,是用一个健康的人的身体做出来的 那这个好处是哪里呢?因为很多时候的药,不单止对你的身体上的 身体系统有改变,还有它可能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精神状态 如果你用动物,你拿不到资料,你拿不到的,但是你拿人呢 有机会,那些人吃了之后,那些人就有一些妄想的症状 或者发梦,发得很古怪的梦,或者吃了之后呢,觉得那些人的情绪都掉下来 或者有狂妄,那这些一个人就可以提出的,试得出来的 那所以呢,同学疗法呢,那个医疗的资料是很完整的 是真真正正的,是用一个科学的实证研究出来的 不要说它是没有科学根据,那些人不认识同学疗法的人呢 包括很多一些,我外面写的那些字典书,法科传书 很多是错误的资料,因为它是不想大家知道 这些所谓的法科传书,根本就被人控制了 好了,在那个同学疗法讯息,疗法里面呢 就是经过这个250年前开始呢 哈尼玛是将它一路发展,一路发展的 到今时今日呢,全球呢,大概有 属于同类疗法,顺势疗法呢,属于第二大医疗 至少有80个国家呢,是有政府认可的,同类疗法的,专业的医生在那里 那在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还有些南美洲呢 它有一种专门的,同类疗法的医学院的 比如在印度呢,你都是要读,好像读医学院那样 就是好像英国制度医学院呢,就读Bachelor的,MBBS那样 在印度也是五研制的,就读那个学士的 读八研制呢,加少研究呢,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的 那这些在印度,巴基斯坦呢,是有正统政府认可的医学院在那里 也都有它的医院被你拾责的,OK 那这方面呢,对香港人来说呢,可能呢,认识还是不多 他们不知道呢,其实呢,那个同类疗法,顺势疗法呢 其实呢,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那根据很多的医学家 我们有本书叫《顺势疗法大革命》呢 其实我们很多认识的,出名的人呢 英国女王啊,泰里斯王子啊,那个南韩总统啊 发明那个《进化轮》那个《达尔文》啊,贝多芬 其实很多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是推药 同类疗法的那些,曾经是他们那些病人 所以同类疗法呢,顺势疗法呢 是一个,是中国人认识的比较少 但是的医疗效果呢,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嗯,同类疗法呢,其实呢,袁医生呢 都将它引进了香港呢 袁医生已经呢,超过了四分一世纪,在一个临床上面 也都是呢,现在很多时候的病人来到 找袁医生做个诊注啊,都是呢 会首算呢,用一个同类疗法 因为这个既安全,又可以有很快的成效的 一个医疗的方法来的,好啊 那这次时间我们又差不多了 一会儿再回来继续我们《自然疗法与你》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从药冠子到自然疗法 《自然疗法与你》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脱了一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那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那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三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我们的题目,从药冠子到自然疗法 嗯,在上一节呢 我们也提到呢,袁医生呢 就已经从事,认识了这个自然医疗呢 其实是由1982年开始了 继续有36年的资历了 所以呢,其实袁医生呢 都可以呢,堪称呢 在中国人的社会上面呢 他是资历呢 对于这个同类疗法的资历呢 是应该是最深厚的一位的医学者 所以呢,其实在几年前呢 因为袁医生就觉得这个同类疗法呢 对于那个人类的健康 那个获益呢 那个帮助呢,是很大的 所以在几年前呢 他就已经再成立了一间呢 在香港叫做呢 亚洲同类疗法学院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亦都致力呢 是推广这个呢 也都教育呢 很多的一般的市民呢 可以认识这个同类疗法呢 以及呢 一般日常在我们的家居啊 或者是健康上面呢 遇到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去 这个同类疗法里面的认识呢 如果听众想知道更多些 关于这个 亚洲同类疗法学院里面的 那些课程啊 或者那些资料呢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就是 3w.ahi.com.hk 那我们就可以找回 好 那袁医生 刚才呢 我们呢 就提了三种的 那个的医疗方法 那在历史上面 就是一共 除了那个药物之外呢 还有四种的 那另外还有最后一种 是什么的医疗方法呢 那他讲及了 除了他说自然医疗 整治疗法 顺势疗法 那他这本书也提及呢 是心理疗法 那心理疗法呢 它包括冥想啊 呼吸啊 笑容的 其实不是笑容 是大笑 大笑 这个比较深一点的 那现在大家都听到 那心理疗法呢 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在一个主流医 流行医疗里面 都有这个项目的 那也都在 有专业大学的课程 那在香港都有的 那通常呢 你香港呢 你先读完了 那个学士的心理学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读完 那个 心理治疗 就是顾问 psychologist 通常就是要求 一个碩士学位 那我们也都听闻了 就是香港呢 香港的课程都是这样 是 那就是一个碩士学位 就成为那个心理辅导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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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师 那样 那也都有些是一个博士来的 那通常呢 叫psychologist 那这个心理疗法呢 和那个 精神科的医生有些不同 嗯 嗯 在西医学也都有懂精神科的 是的 那通常呢 叫psychiatrist psychiatry 而非西医学的治疗呢 就叫psychologist 心理的治疗 那通常呢 就用一种 简单来说呢 都是心理辅导 那那个 治疗师 或者医生呢 就会 就是从你那个 由你 就是用一个大家的 谈话之中 通常呢 在谈谈里面呢 是了解你的那个经历啊 你的心结啊 在哪里 是从而呢 就和你呢 就是分解的 分解的 嗯 但是呢 在这个治疗呢 其实在外国呢 都挺流行的 嗯 也都挺长历史的 但是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的 不同的 的 的支派呢 从一个主流的 的心理疗法里面呢 是分支出来的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呢 因为发现呢 一般的心理辅导的治疗呢 其实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据说呢 有一位 很资深的心理 那个疗法的博士 他说一般来说呢 三年的心理辅导治疗呢 效果呢 成效都是3%左右 嗯 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钱去谈 是是 那当然呢 他说都不如呢 找一个相熟的朋友 是 跟你谈刷呢 其实效果不会差的 是是是 所以呢 开始很多一些 从业员呢 就发觉呢 传统的心理辅导呢 其实效果不够 嗯 所以说呢 就出现很多些 其他的手法 嗯嗯 有一种呢 都流行了很多年的呢 就是有一种叫做 tapping 是是是 他跟你做辅导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你 接触你 或者拍打你的穴位 嗯嗯 身体不同的穴位 那这方面的资料和舒适呢 都很多的 嗯 那么 那么香港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开始呢 就夹这些工具 是 那当然呢 这些这样的心理疗法呢 和主流的手疗法呢 是不同的 那所以很多主流的那些 那些治疗师呢 就不会 不认同这些方法的 嗯嗯 但是呢始终呢 坊间有很多人 学了这些手法啦 那有些是 一路跟你谈呢 一路是 点你的身体某些的穴位 嗯 空吹的穴位啊 手背的穴位 就是他有不同的穴位 一路敲打 或者压头的穴位 那一路呢 就跟你辅导 一路呢 叫你联想回你当时的经历 是 那反而呢 在加藏这种手法呢 效果是好很多的 嗯嗯 那有本书呢 我都 我在我们的 这个节目里面呢 我很多年前呢 我都介绍过的 那很多人 香港也认识一些人呢 就 就学了这些 那有些家庭排列啦 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 嗯嗯 很多不同的方法 门派啊 那我 我认识那些人呢 都觉得呢 这个效果呢 是更加好的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一路点你 一路呢 就叫你动你的眼睛 嗯 嗯嗯 其實那些概念呢 就用你的身体的那个 身体的刺激呢 来到呢 触动你的那个思路 嗯 那从而呢 就令你呢 是重新去篩选 整个拾正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经历 是的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大家如果认识心理疗法呢 你会发现 是坊间呢 有很多种的手法呢 嗯 就不是跟你只是谈谈谈谈谈谈谈 是的 就是单单就是来到 谈几个钟头 谈几个钟头 那我的感觉呢 那些的手法呢 应该效果会更加好 嗯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传统的心理辅导呢 都是用一些 就是承言那些 嗯 都是用一个 用一个脑 就是用一个 智力呢 去了解心理的创伤 嗯 而用智力呢 是化解心理的创伤的 嗯 那就是用你的脑 那个intellect 是 是来到去了解 那你的心理 为什么变成这样 是的 是用这个脑去化解你的心境 嗯 所以我觉得呢 效果不好呢 都解释得到 因为就是有些人 是的 如果是这样 可能某些人限制于 他的思维上面 是走不出的 那你永远都是真的化解不到 这个问题 这个精结在哪里 没错了 所以呢 坊间很多这些 用一些拍打手法 其实他呢 其实他呢 就是换醒你的心 心智的 是的 我觉得他的做法就是这样 一路跟你谈 一路敲你的空线 嗯 一路敲敲敲敲 一路敲你的不同的身体 那个部位呢 嗯 那企图呢 是换醒你的心体的脑袋 嗯 所以我觉得他因此的疗效呢 是更加好一些 是很合理的 是的 合理很多的 那好了 那我们的治療里面呢 我们都处理很多心 就是心理那些问题 嗯嗯 很多情义结 是的 大家跟大家分享过 九大致病原因呢 第一是那个什么呢 是情义结 是 癌症的病人里面呢 85%是一种不愉快的情义结 嗯 一直不脱 那就导致很多疾病 包括癌症 85%呢 都有这种这样的背景的 那跟大家介绍过呢 是德国有一位 有一位 重流科医生 嗯 Dr. Harmer 那他自己呢 都是发现呢 其实呢 很多那些癌症 很多病呢 出现呢 都是那个情义结的 嗯 那他就创立了一个叫做 German You Medicine 嗯 那其实他整个 医疗理念呢 都是帮你找回你的身体的情义结 嗯 那从而呢 和你化解他的 是 那这位 Dr. Harmer呢 那当然呢 他的理论呢 都是给主流的医疗牌制他 是不是 癌症怎么可以这样医啊 是的 那可惜他最近都过了身 嗯 那我也都去过他 去学习过他这种方法 嗯 那我手法我也有很多 这方面的资料的 那你知道了 是医疗的方法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嗯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我会着重用同类疗法的 嗯 尤其是那些情义结那些呢 同类疗法应该是最快的 最快最有效的 嗯 那当然了 所以在我们的自由里面呢 我们是要需要一段 都要躲长的时间呢 嗯 是要了解那个病人的整体状态 嗯 所以在我们呢 我们的新的病人里面呢 我往往是会化一个小时 或者以上的时间 嗯 其实目的呢 我要了解那个病人的整体 一生里面所经历的创伤 是什么的关键点呢 是令到他那个病况呢 是每况愈下的 嗯 那当然了 心理是一种其他因素 嗯 那在过程里面呢 譬如我发现到呢 他有些情义结的 嗯 那我就会用一些疗剂呢 是那个情义结那方面呢 化解情义结的能力很强的 是 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效果呢 对心理的效果 心理治疗的效果 有些厌食症啊 很多有些人想不开啊 有些人想不开的 曾经 就是可能经历过一些这样的 情绪的创伤 嗯 那这个结呢 他想不开呢 就导致他身体的 心理上出现问题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为何同学疗法呢 是那么效果那么惊人呢 因为同学疗法呢 都考虑到那个 那个 那个心理的影响的 那既然我们都说呢 九大致病原因呢 心理是一个最主要嘛 是的 所以如果一种医疗呢 好像同学疗法那样呢 亦都是能够 照顾了心理的创伤的话呢 所以他的疗效就更加显著了 嗯 那在我们的处理的病人里面呢 那我们看很多的 那些情绪抑郁啊 啊 或者有些 我们叫做 妄想的问题啊 嗯 有些人的那种 叫做 那个 强迫性的行为啊 那我们都是 有些 叫做 很明显呢 是个心理上 一个很大的 的问题呢 那我们都是用 我们的同学疗法去处理他的 嗯 那当然呢 辅导是好的 嗯 但是最简单的辅导呢 就有一帮 就是 好的朋友 是吧 那所以 那为什么香港的老人家 那么长寿呢 那你可以看到的 香港的地方小 嗯 老人家很少会寂寞的 因为随家随便 找到一些朋友啊 是的 一起去打麻雀啊 一起去行山啊 一起去喝茶啊 聚会啊 那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心理疗法 那也都研究发现呢 在很多长寿邨的地方的人呢 通常那些人呢 那个 那个心理 社交 的家庭的活动呢 是很和合的 嗯 是Okinawa都是的 老人家呢 很多治愈的方法啊 嗯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 是的 是的 网上都都推药好 就是 每个人都知道要做运动 身体好 那就是呢 就是呢 以唱歌呢 是为那个 长寿的运动的No.1 是的 上去卡拉OK咯 是的 那就是跳舞呢 就都排名很高的 因为你 你的动作 你要配合呢 你的脑筋就要 一直在那裡靈活 一些事情 去配合得到出来的 是的 那香港现在很多人 做冥想啦 不同程度呢 一些瑜伽的冥想啦 好像我妹妹推上的Sahaj Sahaj的冥想啦 怎样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法呢 是提升你那个 所谓的那个 Kundalini 是的 就是很多人练练练 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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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在很自然下意識做的動作 接觸多些接觸的病人 其實醫學上已經證實有很高的治療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麼媽媽咳傷頭 就用手去摸摸它 當然有時候用雞蛋摸摸它也不重要 總之這是一種坊間治療的手法 當然今時今日坊間治療的手法真的很多 都是歸納於屬於自然醫療 譬如碗腸水療 我跟大家介紹了很多次 碗腸的療法早年在美國可以說是家庭醫療的一種 放下大便、不舒服、吐舌、吐痛、便秘 放下大便、發燒放下大便、感冒相風放下大便 發現做了之後人家康復得很快 這些基本是一種民間的療法 很可惜有一種很大的貿誤就是宣言 雖然在很多人的腦海中 很多時候他經常以為我們的醫療是要有科學證實的 是很強調的 變成除了用藥、西藥的藥物療法 他們會進行一些所謂科學的鑑證之外 其實很多坊間的療法、自然療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機構會做這些研究的 所以變成還有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這些自然療療的步驟是很難用一些所謂科學的鑑定 科學鑑定的意思是 即是型格的鑑定就是 你要做一種比較的治療 真的治療和假的治療 你才知道有沒有心理安慰藥的成分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你那種科學的 你是不科學 你是沒有真正研究過 因為你要排除心理的因素 我跟大家分享過 比如用食療 你可不可以用那些真的食物 蔬菜、紅蘿蔔、紅菜頭 用那些假的呢? 你可做一種食物 是完全味道一種顏色一種 但不是東西來的 所以根本上你是沒有的 你是做不到的 你做不到 他們的結論就說 做不到 沒有啦 就是沒有證實過 所以很多坊間一般人 一般大眾 都是被人欺騙了 就以為民間傳統的療法 很多自然的醫療手法 是沒有證實的 很難你說 心理療法 你怎麼做? 跟你真的心理 跟你聊天還是假聊天? 怎樣假聊天? 就是沒有科學根據 就是不可以 所以你也看到 其實這是一個荒謬的東西 是一個完全是 絕對是誤導人的 我說最簡單的時候 當你聽到這些說話 你就問回那個對方 你這麼相信 研究科學 你要做科學證實的東西 你同時有沒有科學證實呢? 這種方法是 證實它是不可以的呢? 就是有沒有做一些科學研究呢? 洗槍是不可以的呢? 或者用飲食方法是不可以的呢? 或者用斷食方法是不可以的呢? 其實也沒有的 就是說你也沒有科學證實 它是不可以的 你經常說它有沒有科學證實 它是沒有科學證實 那你有沒有科學證實它是不可以的呢? 其實你一從來都沒有科學證實 它是不可以的 那是可以不可以的呢? 屬於未知之數 但是起碼它是不會傷害你 沒有傷害 還有價錢不會令到你破產 所以這是一種我們的教育 是令到我們是不懂得真正思考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整個我們的大部分人 都是在教育裏面 是要令我們服從所謂的老師 服從所謂的專業人士 那不會想到自己的所謂的常理 去分析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的 那在醫療方面 是一個很大的貿誤 很大的創傷的 好了 那除了那個 其實像先生所說的 那個很多的療法 其實坊間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指壓啊 那個運動啊 那個按摩這些全部 肯定是非常好的 那種一種是那個笑 大笑療法 是的 因為發現在笑的過程裏面 你身體的免疫能力是會提升的 前一陣子我跟他分享過 做好事就有好報 真的如果心境是做好事 你身體的免疫能力呢 你身體的免疫能力是提升的 所以這個世界呢 其實很多東西呢 我們感覺到 沒有經驗到 我們最後呢 都被科學呢 是證實到是 真是有這樣的療效 最重要其實就是 不要概括 醫療方法 只能夠 好像這本作者提到的 只能夠藥物醫療 但其實看起來 歷史是很短的 最主要是 當你身體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你是要去面對它 去尋求適合的醫療方法 不只是單一種一個方法 好像痛的時候 就只是去止痛痾的時候 只是去止痾痾 不只是單一這個方法去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方法 是可以應用得到 而且效果也是更顯著 更多的 好 我們今集的時間 我們都差不多了 也都很多謝阿袁醫生 今天幫我們分享了 其實那個在醫療範疇裡面 有很多種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 是用你們的智慧去找到 你們適合你的醫療方法 好 今天多謝阿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有什麼 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阿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原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今天麻煩你去椅子室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